紅磡海底隧道今天凌晨3點多發生交通意外 當時往港道方向管道正實施單管雙程行車 一名28歲姓蘇男子駕駛一輛私家車 沿紅隧往香港方向高速行駛 當駛入隧道沒多久失事撞向路邊石等 繼而反彈撞向一輛正駛往九龍方向的的士 之後再與另一輛的士迎頭相撞 私家車隨即翻側橫臥在隧道管內 意外後被撞的兩輛的士損毀嚴重 私家車奔把飛脫 擋風玻璃碎裂 左邊車尾斷開 28歲私家車司機自行爬出車外代舊 報稱首部拆箱 首先被撞到的士71歲歐姓司機興傷及3名乘客無恙 經檢查後拒絕送院 另一輛被撞到的士62歲黃姓司機 報稱空手及腳步受傷 由救護車送往伊利莎白醫院治理 26歲印度籍男乘客頭部拆傷 現場接受治療 警方經初步調查 28歲蘇勝斯家車司機未能通過酒精呼氣測試 涉嫌走後駕駛被捕 現證被拘留調查 據了解該名62歲黃姓藍的士司機 為電影演員黃華和曾參與多部港產電影 包括早前上映的《正義回郎》 她對傳媒表示 已經是兩個月內第二次遇上車禍 在2月初發生的車禍 她不在車上逃過一劫未有受傷 但表示這次真的很傷